字幕提供 好 所以我們再回到 賽斯心法的 各位記不記得 內在英雄式的衝動 或內在英雄式的愛 所以我就回想這1、20年 其實我覺得 我放掉很多東西 其實很多東西也許 我是應該站在我的角色 我應該去 發號使領的 也許我應該去 指揮內在的能量 就是我應該真的 重新回到我的位置上 就好像九大行星偏移的 或是另外一個比喻 像食神 各位記者食神 是本來周星馳主演的嗎 後來他不是落魄 然後又被打得落荒額逃 然後跑到少林寺廚房嗎 後來不是食神歸位嗎 那我覺得那個有一點像 重新找回自己內在 真正的本來面目 就是你在人世間 好像是活著 可是你逃避了那麼多年 也許逃避了上千年 在這麼多次的輪迴轉世當中 其實很多東西 也許你一直在逃避 你從來沒有真的歸位 各位 歸什麼位 歸你回來心靈的本質 歸到你真正心靈的那個力量 因為我們一直把我們的權力 把我們的力量 投射出去 我們一直不想去承擔 承擔起自己生命的權柄 就像賽斯一直在講的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一旦你了悟了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你就拿回了那個指揮權 各位指揮什麼 全宇宙的能量 指揮什麼 全身的細胞 指揮什麼 指揮你這一生 所有的命運 包括你的過去 現在與未來 都在你的指揮之下 以你來講 也許你們某些人是爸爸 某些人是媽媽 某些人是老闆 某些人是員工 某些人是姐姐 哥哥弟弟 可是你從來沒有在你的位置上 對 你從來沒有 真的 其實你在逃避那個 你 指揮你的那個你 好 那我講的其實 不只是世俗的角色 我講的是 你必須回到你的心靈的 歸位 就好像食神歸位了 你終於回到你的本我 那當你回到你的本我 你才不會在外面迷失 各位了解嗎 你才不會在外面迷失 好 當你回到你的本我 就好像 將軍回到了 這個指揮總部 而不是將軍 帶著一把步槍去外面 好 看一個敵人打一個敵人 各位了解 這個將軍 終於回到指揮總部 然後坐在他的指揮椅上面 好 然後手向前一揮 像這個Star Trek 有沒有 對 前進 是 所以我希望各位 你們也慢慢找回你 回到你的指揮椅上 回到你的本我的感覺 那我剛講的 整個宇宙的力量 在等你指揮 整個宇宙的力量 在等你指揮 好 所有你周遭的 你這一輩子 所有的命運 在等著你 下達命令 在等你